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又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拍片日常啦 那我們今天要來開箱一個叫做 Leafiltered Black Foil 那這個就是黑色的消光鋁箔片 那它就是可以讓你的光線控制 不要亂照 就是讓它變成有點比較有指向性 而不會照到旁邊的東西 反正我們今天就要來開箱這個東西 那我們先從架瘦影機開始 就大概長得像這樣 OK!那我們就快速架好 我們的攝影機啦 那我們今天使用B&BCC加上我們的 Irix 11mm的廣角鏡頭 那我們這樣拍攝 我們今天想要拍攝比較像是生活化 然後單純分享東西 所以我們鏡頭 就是我的構圖 就是人至中 就看起來很YouTube的感覺 呵呵 就是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人至中 然後我們就是單純分享東西這樣 那今天我們的麥克風 我們就直接架在機頂上 用一個Noga手臂這樣蹦出來 然後錄到我們的DR40收音機裡面 那因為我們的攝影機會離人還蠻靠近的 所以架到機頂上就已經非常好了 今天我想要特別介紹一下 這個超級好用的迷你三角架 這個是Marcis的MT5 中國品牌 那它非常非常堅固 我沒有看過有這麼堅固的迷你小腳架 而且它功能非常非常多 它還有一節的延伸可以讓它變更高 大概就是視線 如果放在桌上就是視線的範圍 視線平視的狀態 那它的角度調整也非常非常多 反正就是一個多功能 超好用的迷你三角架 真的是非常非常推薦 那我們攝影架好之後 我們接下來就要來用燈光的部分 那因為我們今天要開箱的是這個 Leafilter的Black Foil 那我就想說直接 實際來做做看 看可以做出什麼東西 那我的想法是做出有點像是 Bohemian Rhapsody 你知道那個MV它的燈光就是一個 很集中 然後就打臉這樣子 然後後面全部都黑的 那我們今天就想要玩玩看這樣子 超級lowkey的狀態 OK 那我們燈光就這樣架好了 那我們上面這一盞是Aputure的Tri-8 然後我們把色溫調到最藍的色溫 是6500 然後我們就是用一根蹦桿這樣子蹦出來 然後就是使用我們的Leafilter 那個Black Foil 讓它光線不會亂照 如果你沒有用那個Black Foil的話 你現在整間房間都是亮的 但是我現在加了Black Foil之後 哇塞 完美的控制光線 就會有一個光線的區間 就是這邊很亮 然後再旁邊一點點 我們就會離開它的光線範圍 真的是非常好的控光工具 那我們這攝影機上面放了一盞小MC 它的色相是180度 就是這種藍藍綠綠的顏色 那它現在只有1%的出力 就是我單純就要打我的眼神光 讓我的眼睛有點亮亮這樣子而已 就沒有要打什麼任何環境 所以1%足夠 就是一個主光Tri-8 加上一個小MC 就這樣完成 待會開箱的時候 我想說我也會介紹一下這個柔光照 然後加上蜂巢的效果 就是如何控制光線 因為你用這個Black Foil 跟加上蜂巢 效果應該是幾乎一樣的 只是不同的形式而已 待會我也會拿這個Aputure的F7 小小口袋燈 當作一個示範 因為它真的露光太嚴重了 就是它的旁邊整個光線都會亂照 很麻煩 比較難控制的光線 但是有那個Black Foil 我們就可以輕鬆的把這個光線 控制在一個範圍之內 而不會亂照照到旁邊的東西 好啦就這樣子 那我們直接來開始拍影片吧 OK那我們就拍完 我們今天的黑鋁箔的開箱跟分享影片 那最終的影片我會放在下方連結 有興趣就去看一下吧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拍片日常分享影片 那大家喜歡這個影片 按個讚 訂閱我們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的日常影片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掰掰